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找山巴子 好 燙還是乾了 燙… 我再給我 走… 你如果想吃我們就去抓 很誇張 鳳哥 你現在帶來這琴瑟拿來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琴瑟拿來 這是新埔鄉 好 新埔鄉 新埔鄉我帶你來找一個叫做山巴姬 山巴姬 聽說是武功很高強 比鳥鹹賓還要一張 鳥鹹一張三張 我一張三張二張 真的假的 這麼厲害嗎 不可能 我竟然很竟然 我也很竟然 帶我來去 好 我帶你去 你家一定好看 好啊 我帶你去 不是 那四角門沒有路由 在那之前先讓我帶你去一個好地方 一片金黃色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這是飾餅 飾餅 飾餅 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說它是紅肉寒雞 不是不是 那不是 葡萄 這個喔 這個 看你那上面 這個感覺應該叫做柿子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品種 這個叫做筆柿 新品種 以前都是圓的嘛 對啊 圓的那個是… 小的叫石柿 好 比較大的叫牛心柿 好 這個新品種 筆柿是哪個筆 喔 它是… 毛筆啊 鉛筆的筆 舒嬅加油 我知道 像那個毛筆頭呢 真的有像耶 你看它這樣長長大顆 很像那種大隻的毛筆有沒有 這樣可以揮毫啊 很帥氣耶 講得很好 但是我…你不要告訴你 這台語要怎麼說 啤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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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餅啊 啤餅啊 哼哼 說你五紅 講得好一點就打開 這叫啤櫃 啤櫃 對啦… 對啦… 那發貨當然是同一個 發貨 發貨是迷分者 這個柿子做的那個啤餅 我們都說啤櫃 啤櫃 對 啤櫃喔 啤櫃是一般 都打那個七八公那種的 顏色差不多這樣 人家說叫啤櫃 對 比較乾的人家就叫啤櫃 還是啤櫃 喔 喔 等於如果製作的這個階段 跟時間性不同啊 其他的名稱就講起來也不太一樣 對 啤櫃算是七八公這樣 七八公 像我們喔 人家講國語就講士餅 沒有人講士… 士櫃 沒有 那台語就講啤櫃 啤櫃 現在可以那個… 這個現在是可以直接吃的嗎 我吃吃看 真的假的 還沒…還沒 還沒真的彈花 等一下你就… 等一下你就… 燙燙了 其實還滿甜的耶 它會燙燙的 士倆來到這裡 路過這裡 要了解一下這個… 氣餅、氣櫃的製作過程 好 蝶櫃… 來…在這裡 在這裡 我來走… 要帶有腳趾嗎 要帶有腳趾嗎 蝶櫃是什麼 蝶櫃是什麼 蝶櫃是挖地頭 挖地頭 挖地頭 好 我來去… 走啦 孩子 不要 吃到會兒 有點苦苦 大姐 二姐 要叫二姐 江湖人稱二姐 與江湖齊齊名 就是我們這位阿姊 二姐 網路上流傳 二姐功夫很厲害 宇宙銷得很好 女人家 這個都不會啊 怎麼辦呢 因為人稱叫我水果妹 我剛才還在下水果耶 可是剛剛那個大姐 我們在外面看到啊 看到你們這個 蝶子都是用日曬的 對 像現在這麼進步 為什麼不直接用乾燥機 把它乾燥就好啊 風乾的喔 對 它把它那個柿子本身的美味 都乾燥起來了 對 不像我們這個喔 慢慢的烤 慢慢的烘 就是變成說那個皮 是薄的 肉是Q的這樣 你剛剛講的說那個圓的扁的那個 那個喔 那個要塞七至九天 這個比較好 那個不是要經過那個什麼 煤球考過嗎 以前 以前啊 以前是煤球啦 現在台灣煤球也沒有人在做 沒有了喔 沒有啊 我以前還做過煤球耶 真的喔 真的… 你是古人耶 都要做古了 那個經濟部那個 中衛發展中心的陳先生 他來到這邊想要補倒我們 看到那個柱子髒髒的 他就問劉老闆說 奇怪你這個環境整理得還不錯 就是那個柱子很髒喔 髒兮兮的 你為什麼沒有把它粉刷掉 劉老闆就跟他講說 這個柱子我們是懷親柱 因為那個柱子喔 以前媽媽她腳不方便 可是她還是很幫忙嘛 她要起來不方便 她就要摸那個柱子 欸 經過那個歲月喔 那個柱子的顏色 不是半變淡 而是越來越深 她就跟那個陳先生講這樣 那陳先生講說 欸 連那柱子之會染東西 那可是可以是不是說 發展成另外的那個 周邊的東西 所以就是成為釋然的由來 像我常常會在這邊給攝影的人他們拍照 是因為攝影的人喔 他在我弟弟很艱苦的那段時間 他們每年還是會來找我弟弟 那我們比較偏僻嘛 他做的視頻就變成放冰箱 他沒有賣出去 我就跟他講說 你雖然要你是事業你要做 那不要做那麼多 你賣多少 做多少 就少一點 他就說 姐姐不行欸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如果沒有滿盆滿嫁喔 那個攝影的人呢 好失望耶 原來我爸爸媽媽 我弟弟他們的那個心胸 對朋友對攝影的人的那種情感 所以我也很感恩 像小時候我爸爸再沒起回來喔 我們都要一直跟他搬 然後把他打碎 小時候他爸爸跟我一樣 真的耶 沒有啦 可是二姐 我真的很好奇耶 在剛剛啊 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不是有看到你說這個叫做 比式對不對 然後你說又有一種比較大的 叫什麼牛心式 然後好像還有另外一種對不對 對 這三種做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 最傳統的 對 這個叫做什麼 石式 石式 石頭的石 對 你說的牛心式就是這種 比較大顆 顏色也比較紅 所以剛剛大家就有看到啊 一般就是有這種所謂的石式 牛心式 跟我們現在在銷的這種叫做比式 對 那為什麼你們現在都特別用這個比式 來做這個圖片去過 因為我今年喔 算小冬 它是一年大冬一年小冬 什麼什麼什麼大冬小冬 什麼叫大冬小冬 什麼叫大冬小冬 小冬的話 它產生比較少 就是兩個人的名字嗎 不是 它大冬過會以後 第二年它要生養條絲 所以它的結果就結得比較少 好喔 遵循前人所傳下的智慧 利用大冬小冬的差異 每年調整交替主要的作物 使得不同品種的柿子 都能夠得到充足養分供應 因此才年年吃到最高品質的柿子 柿子樹的栽培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新浦鎮得天獨厚的秋林地形 符合飾餅製作過程 手續的曝曬乾燥以及脫水等等要件 因此新浦鎮所生產的飾餅 特別的香Q又好吃 你以後國아요 就既然老輿聽人體 為人家照耀 師太 dominant了 還要 tall 師父 家俊 祝誠 張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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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recipes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小雅 字幕志愿者 李小雅 四餅雞湯 就在妳面前啦 別猜了啦 妳看看 我看看這個 真的耶 你不仔細看 還以為是大顆的香菇 把香菇滾下去煮湯 多人這麼說 但是四餅雞湯真的很少看到耶 這煮起來有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好 我來喝喝看 我去試一下湯頭 看看 不過剛剛像我們講到這個 介紹這個蜜蜜這麼多 到底吃蜜蜜對我們身體 有什麼樣的好處 它是養育故事的 養育故事 所以對演藝人員應該很好 對 像你們唱歌講話 對 難怪你聲音那麼好聽 一定常吃這個 煮起來很薄 是什麼 裡面剛才看到的蜜蜜蜜還有什麼 枸蜜 對 這個是當歸 紅棘 紅棗 都是那個補氣的中藥材 對 而且它喝起來 像這個裡面的蜜蜜蜜 是用哪一個階段的蜜蜜下去煮的 這種的 要有霜的 為什麼要特別用有霜的下去煮湯 就是要有四霜 它才能夠 夠底 就是對 有達到那個 夠益更的效果 對 這宗飾品雞湯的養生秘訣 就取決於飾品上白白一層的蜜霜 蜜霜是柿子乾燥的過程當中 其所含成分勝出的結晶 是紫刻化碳論被養氣的上等補品 它這個雞湯很妙 我剛剛一個一眼看的時候覺得它看起來 感覺上面的雞油還滿多的 可是它喝起來口感非常的清爽 然後再加上因為有用這個已經有四霜的QIA下去煮啊 其實這個雞湯本身的甜味非常的夠 它喝起來很鮮 然後很清甜 然後還沒油 然後本身雞肉你在咬的時候啊 因為雞肉的肉質很好嘛 其實很好吃耶 像這個一定都是要來到這邊才吃得到吧 那吃下去就是說你不要配開水啊 讓它再… 像是吃喉糖的感覺 讓它刮刮開來 很清涼…非常的舒服 所以呢 其實阿姨也是第一次啊 這樣子這麼… 你也是第一次 我看你吃得很開心都沒話說話啊 這個泡果整個在旁邊香燙起來喔 可是我真的覺得 你看像我今天跟泡果是第一次來到這邊啊 才知道說原來啊這個飼餅它不只是飼餅 它有很多的這個…應該是說製作的過程跟階段 然後包括可能從釋雙啊還有飼餅本身啊 甚至原來它也可以煮雞湯喔 我看那個泡果吃得這樣酥酥酥 有好吃嗎 好… 有開心嗎 好… 阿姨今天不是要來吃三八雞嗎 好… 對嗎 你不是說要帶來吃三八雞那不是這項嗎 不是 不是這項 不是這項 這在地的我們問過知道怎麼會有的 哪內二姐 你怎麼知道 等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三八雞的東西可以去哪裡找 我們去建築窩那邊看看 建築窩嗎 建築窩嗎 對… 好啦… 你看這個地方都是竹子 所以這叫建築窩 蛤 不是起床那個建築窩 不是 要讓你查一下建築窩 喔 那個建築窩 海角褲 海角褲 好… 哪個建築窩 建築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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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達摩祖師 達摩祖師 有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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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麻糬 我跟你說 麻糬是我一心中的最愛 麻糬是你一心中的最愛 是 所以我才會吃苦 是怎麼說 我才會吃麻糬 這樣喔 但是他不知道… 他要錢給我們吃 你是要吃豆腐還是要吃麻糬 你怎麼人 剛才那個五年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什麼叫做還不錯 就是 真漂亮 姐姐 你好 好 痛過了 哎唷 白泡泡又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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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七霸 也要認識 重七霸 重七霸 我是 剪… 我現在可以秤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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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打摩祖師 這樣子倒 然後倒到怎麼樣呢 拉這麼長 你會唱王昭君嗎 會 都不會斷 這樣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這樣子有沒有 稍微這樣子 好翹喔 對 表情不要那麼僵喔 要吃的時候好累喔 你這個身材你站這樣子 我們打模組織修行就破功了 這樣子嗎 不是說這樣 我看一看 是啊 你這樣 這樣會漂亮嗎 你會唱陳曉筠的歌 可是腳不能在那邊啊 這樣啊 你真宗寬的齁 你不會是 打扮到 搖起來模樣 為人家要 站起來 這要太燙了嗎 趁熱喔 趁熱啦 趁熱啦 好啦 你來走啦 趁熱… 趁熱… 舒服翹屁股 有聲音 表情不要這麼嚴重 表情太嚴重了 新麻糬的客家話叫做重起扒 是客家料理中的重要角色 但麻糬要倒的好吃可不輕鬆 每一下都必須夾帶著雜屎的力道 猛烈敲擊 直到拉起一條黏而不斷的長線 才算大功構成 好…來了… 謝謝…請離開 來… 都包你啦 不用讓我離開 來… 看你偷偷吃 來… 那個… 土豆腐和糖都來了 對啊 你吃看看 好強喔 好強喔 說不說不就來了 我就跟你說太大嘴 因為這是煮的東西 好…我們快來試看看 我現在也吃這個 現做的… 現做的… 這剛才有小塊 這樣讚 好… 剛才… 好軟Q喔 在這裡我還會混這個土豆腐啊 它變糖粉 兩隻水喔 很香的 滴滴香香這樣 這是最以前的味道 不用說包什麼紅豆腐 不用土豆腐和糖這樣 這有純糯米去做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我們也是這樣 你在咀嚼的過程當中 除了那個土豆腐的那個香氣啊 還有它的甜味之外 我覺得那個煮米的那個味道啊 我在咀嚼的過程當中 那個… 連那個糯米的那個甜味 都會被釋放出來了 對 沒錯 你東西喔 經過我們宜柔小姐吃那就對了 那當然啊 我怕她表情就知道 好好吃喔 嗯… 很順口耶 真的喔 嗯… 好棒 這個… 文庫 我看那裡喔 有什麼叫做過水板呢 那你如果不不 那就是他們後面有一個景點 對 有一條河 他們沒有劍橋 就用木板疊著這樣過水板這樣 不是啊 你有來過嗎 不不 對啊 不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啊 沒有什麼東西 待會兒我帶你進去看個究竟 吃的嗎 當然 趕快吃一吃喔 來去過水板 趕快吃 心埔就稱巴里國 意思是新的草人 原為平埔族 道卡斯族 竹嵌社的居住地 漢人入坑心埔 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當中客家鮮民由於早期移入 加以心埔地理上的封閉性 使得心埔地區人人保有 非常濃厚的客家傳統 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阿拉是乾的 湯 湯 不夠再煮 夠 阿拉你如果想吃我們就去抓 今天要教大家畫圖 不是 要塞一個水 四色盤 對 有這麼多的顏色 這到底要做什麼 我先請教 好 過水板的由來 過水板的由來 是我們客家人 以前我們要做這個櫃 走板 客家話叫板 對 好 過水板的由來 然後下面是水 上面放一盤板子 所以呢 可以去蒸 對 只是以前口味只有兩種 甜的鹹的 那現在呢 因為水果很多啊 然後我們自己又有生產 所以可以加在水果裡面 味道一樣 所以你說我們現在看到這些 不同的顏色其實都是不同的水果 是 不然這樣啦 既然喔 今天有這個DIY的時間 我們可以來動手自己做看看 讓我們怎麼做怎麼做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 先抹上這個沙拉油 先抹一層油 不要讓它黏到這個鐵板 黏到鐵板 先抹油啦 像在鹹餅一樣 對不對 剛才吃糯米嘛 現在吃再來米嘛 是啊 現在油比較好 這個要攪拌均勻 它米會沉澱 對 把它攪拌 對 因為剛剛顏色原本比較深嘛 你把它攪拌之後 它那個米漿的顏色 就去融合了黑糖的顏色 而且兩張匙喔 要這麼滿 把它放進來 好 來 好 再一堂匙 好像米漿喔 有沒有啊 就是米漿啊 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一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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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放進去裡面 要蒸多久的時間 蒸三分鐘就好了 就現在不要離開 你一定要給我換到 放我吃黑糖的 三分鐘就可以吃啦 對啊 所以現在自己動手這樣做 感覺滿好的 自己做 還不錯啊 過水板又稱九層板 是早期客家農民 將聖米米飯打成米漿 混合配料蒸煮而成的點心 進而演化至現今的客家 代表小吃 以及創意的鮮火汁過水板 放進來啊 放進去 你的好不均勻喔 對啊 你看我的 沒有 你剛剛那個盤子裡面 放水 油的不均勻 這個 這個 我沒有多手腳 你看我的喔 是一個檔檔 欸 欸 差這麼多 怎麼這樣 你的薄薄一點 而且厚薄度很平均耶 好 那我來試試看這個百香果口味的 因為這是甜的嘛 所以不用再問一下 對 它的顏色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而且真的有百香果的味道耶 對啊 還滿濃郁的 我先把紅果拿去 熟了… 有紅果 它吃起來 這樣子熱熱的 然後綿綿的 然後很Q 重點是 它會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百香果是那種 酸酸甜甜的那個 所以其實啊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板子啊 鐵板它不是那個厚度很薄嗎 其實它就是要把它做得這樣子很薄很薄 然後用捲的方式啊 讓這個口感吃起來喔 有一點點像 你有沒有吃過千層麵 它有點一層一層的感覺對不對 但它因為這個做起來它是甜的 然後喔 剛才好啊 是軟軟的味道又QQ 嗯 你看看 你到底有這麼厲害嗎 你怎麼麵有難色啊 過水版的美味關鍵取決於口感 因為米漿的稀釋比例 以及過水版的厚度便十分重要 太稀太厚都是失敗之作 還是來嘗嘗大姐所做的正宗過水版吧 它這本身因為已經放了這個菜脯啦 蝦米啊香果都是很香很香的香料 那我聞起來就好好吃喔 嗯 好吃耶 原味的 對 原味其實你本身在咀嚼 可以吃到那個很 很香的那個米香氣 然後加上這個菜脯它脆脆 然後香果香香 蝦米也是香蝦 它如果你想要一點點鹹度 因為 它這個裡面包的料 你如果是沒吃到菜脯味可能會不鹹醬 所以你可以其實搭配上一點點的這個 醬油膏去增加它的甘甜味 加了醬油膏之後更滑口 這是很簡單喔 然後以前的農家在吃的東西 其實它的成本應該是低的 可是這樣子經過改良之後 吃者就口味都很一樣了 而且它讓一種這種 這麼傳統的客家美食 變成有甜的有鹹的 然後我覺得在顏色色澤上呈現 也更加的豐富 然後還結了這種 加了水果真的很有創意喔 這個小孩正式不辦 看來吃就能賺錢了 沒有啊 沒有啊 要找什麼你忘記了嗎 找什麼 三八雞 喂 三八雞 沒有啦 它是吃我東西罵我 不是… 是我們今天在找的一個叫什麼 三八雞 聽說這很厲害喔 可以水裡來火裡去啊 還會功夫耶 真的嗎 你有聽過這個東西嗎 可是人家都這樣叫我 我不知道你找什麼 喂 那不是啊 你也水裡來火裡去 火裡啊 水裡啊 有樣耶 比較正經的啦 我們要去哪裡找啦 你也要報到那些現實 去鎮上啦 沒有 我不知道耶 我一向就住在這山裡頭 我不知道 你好 你好委屈喔 說住山裡頭 他說的也是一樣啦 鎮上比較熱鬧嘛 是啊 對不對 人比較多啊 過水瓣是10點生命 新寶來吃什麼 吃半條 半條 幾條雞都半條 你看路邊 你衣服也在吃半條 那我大哥站在路邊吃很酷耶 我要在過賓 過賓啊 過賓啊 這樣吃主意不錯 不錯 路來過賓啊 你怎麼在車裡面 對嗎 從這裡才比較帥哥 有問題 有學問 有很深的內容在裡面 那為什麼整條街道 你只挑哪一家 說讓你不要吹吹又怕乾 這不是老話一句 這店面 我只看給你看他 你只看他裡面 那是一個店面對不對 你看他裡面那個位置 你看喔 你看 這台車原始在以前的時候 從路邊攤開始做起 然後才會有這台車的由來 這台車是這樣沿路叫賣這樣子 那現在既然已經有店面了 為什麼就不乾脆把它設置一個 可以煮東西的地方 為什麼這台車還要繼續留著 這台車是不是有保存它的一個文化 它的一個歷史性 我們已經走過差不多五十個年 很快就要烈會鼓起了 對 目前來講應該沒有人有這台車了 可能員工會一直換嘛 對嗎 老闆一直老 是… 看這台車來找這個瓣條就對了 我覺得口味一定跟人不一樣的地方 你們生意才會這樣嗎 應該就是比較傳統的客家口味這樣 它到底怎麼樣的傳統客家口味 會這麼受歡迎 你是第幾代 我算… 認真算起來是第三代 一個單位 一個這樣沿著鄉親媽媽 我有得比三代 沒有感覺 所以你們最招牌的 就是只有賣瓣條就對了 對 我們是瓣條專賣店 對 因為我看他 也沒穿什麼燒菜 小燒都在裡面 但是基本主要吃得飽的東西 就是以瓣條 瓣條為主 麵或什麼 對 我們瓣條的口感不同 就是因為在來咪製作的成分非常多 所以不像一般你们台北市 做的河粉一样 所以河粉跟白条不是同一类的 不一样不一样的 铺鼻二来的再来米香 全乃至最厚实的香Q白条 看在店内作物虚喜就知道了 今天我们是来对地方了 两碗 两碗就好 两碗 对 两碗 我们两个人吃就好 两碗不够工钱 两碗不够工钱 那我付双倍的钱吗 最小要10碗 好 为什么最小要10碗 为什么 不要弄10碗 一定要10碗 我们两个人吃10碗 肚子放大一点嘛 肚子放大一点 老板喔 老板是第一代的对不对 你是第一代的 还不算第一代 还不算第一代 还有这么早就好 对 前面 哦 那我刚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个米汤还可以做 我妈妈以前就卖了 哦 我以前 十七这的时候板条是做 自己卖的 老板 老板本来这个时间在休息的 是因为你来了 老板亲自煮面给你吃 可你要用个坎恩的心情 他把折衣都在我身上来 老板在发脾气 我们两个都要吃啊 为什么是特别煮给我吃 明明就是要煮点碰果吃 对 你还要小心 你待会让他生气 我是不懂的 好 干了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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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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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看看 外面有看的比較薄 是因為它由太白粉製作 因為它的粉的成分比較多 所以施吉達會比較Q 這個完全就是 在萊米製作 但是它有一點粉的程度 是因為要結成一塊的 一塊板條的那一種 結構這樣子 怎麼樣 很紮實的板條 我帶你來調味 有帶來你的味道嗎 有 它其實那個米香 因為其實像我是吃這種乾的 它是直接有淋上你們這邊的醬料 對… 它其實你吃到醬料 不要散到那麼多 你去咀嚼它有那個很純的純米香 會散發出來 然後我覺得它像這樣子 最道地的吃法 一定有人平常說 那個油蔥酥的氣味 它的氣味很棒 基本上的板條 它整個是紮紮實實 然後45塊錢 什麼叫做越吃越浪漫的板條 越吃越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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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老闆 說一次要煮就要煮10碗 不然煮2碗 來 主委 到假日都是一次都是10碗 10碗 因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就是特別來吃你們家的這個板條 對 因為我們的利 太古早味了 我們就是延續就看了很久 很好吃 看似隨處可見的一碗板條湯 透過這一台老推車 以及一雙老豐富的手 不僅收買了在地人的胃 也勾住了在地人的滿滿回憶 廣寮包中亭一民廟建於清乾隆53年 廟內合適三三國王神龍皇帝 與觀世音菩薩 廣寮一民廟承載著古往今來 客家的精神歷史與生活文化 就實質內感 更是新埔以及整個北部地區 客家朋友的信仰中心 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你如果想吃我們就去抓 哈哈哈哈哈 還有誇集 下去啦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穹湖 办法 是这样喔 不乱讲 这根本不是九穹湖 你来找找 好 你记得你在地的地方 是 在地的 请教一下 我们在找一种叫做什么 三八姬 对 三八姬喔 你有听过吗 有啊 我们就在做啊 蛤 你做三八姬 对啊 就是你 卡丁是什么 你几岁 我先老 老生你好 是 刘三八姬你好 对 你如果想吃我们就去抓 三八姬要用抓的 对 是一种鸡的 抓起来没有抓到没法做啊 哦 三八姬就是一种鸡啦 那就是要先去抓鸡就对了啦 对 从来来抓鸡啦 很熟就会鸡 来 来去看一看 它有鸡鸡好吗 来 来去 抓鸡 抓鸡 来来来 这个通常喔 同性相刺 异性相吸 你的意思是 它比较鸡 你去抓 我来 就是这样 它会不会跑 它当然会跑啊 要追啊 就追喔 对啊 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女生啊 越漂亮 有没有 越多人追嘛 它现在回头啊 你要去给它追 把它抓住 你要强调什么 是你很漂亮 很多人追 不是 我意思是说 这个它既然是母鸡 是漂亮的啊 它现在很成熟 没有 你去抓它 不是啊 你也有人 以前我们去抓鸡 有没有 有 有 对 找鸡有 问刘大哥 你也没有鸡 我刚才纏到 纏到纏不到 我就上便宜了嘛 我有爬哪 比较快 你 你 你在争较啊 这比以前容易 不是啊 这是在抓鱼的啊 这个 雪露良用 雪露良用 好 现在 你竟然去出房 人家说 虎鸡 我们今天是要来 虎鸡 虎鸡 笑误在此 这样对吗 好 果然厉害 对 这种的工夫要找 哪有这么厉害 我你们许孝顺 说母鸡 只要鼓跳 还要不然这么鸡 对 不信大家 这完全不动声色耶 来… 我说一回头 大家请看VCR 真的 对啊 你看 这样可以吗 乖乖乖 你看 虽然你皮肝大大 可见你年轻多会拍这个 你抓得多快啊 这样子 他这个 这个机会很难过 心狠手辣 不是 不是心狠手辣 撩鸡 撩鸡的鸡翅 你好厉害喔 敢这样捉它呢 你看 鸡翅 鸡翅的纸鸡翅喔 像这个鸡翅特殊的品种吗 我们一般都用这个 正宗的放山土鸡翅 你看他的鸡翅 鸡翅 哇 真粗的 很粗用的 这罐不要太打到 好样喔 其实要给你捕捉 这样喔 而且你看它整个鸡翅啊 成熟的鸡就是这样 很红色 鲜红色 对 然后毛又很白 你不是说它是 这算是纯红翅白 它不是母的吗 母的 这鸡罐红的 这样就是表示要下蛋了 成熟了 所以它的鸡罐颜色会一直变吗 你生过之后 它就营养流失就会变比较蛋了 所以现在这个还没有生蛋 但它可以生了 对 正好成熟的时候 你知道有时候女生正好成熟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特别会纯红翅白 我现在也当熟了 唉 是 自己这样说我就没意见了 这样子一个纯种的放山鸡啊 要怎么料理才能够吃 这喔 等一下就来问一下 我用焖烧的 焖烧 你是说它焖烧还是它焖烧 呃 我们上海就会焖烧 这样喔 焖烧鸡 叫做三八鸡 对 三八鸡 到底这个三八鸡有那么好吃 到底要怎么焖烧它 来 去看看 走走走 这我过去看过什么 汤烧鸡啦 什么汤烧鸡啦 汤烧鸡啦 很多很多 蒜头鸡也有啊 你这是什么鸡 怎么整个这个 闷烧鸡 但是这个是铁箱子耶 怎么会有这种方式在煮这个鸡肉 这个以前就 好玩的时候就把它玩起来了 好玩 对 煮起来还能够这么好玩吗 就是说你在试验的过程 一直起 那这个箱子 这个铁箱子 它是特别订做的吗 自己设计的 哦 真的 我跟你说的很多 做烧鸡的老板啊 他们真的都是发明者 说这句话还有稍微炒皮 对 蛋白炒 自己设计的 怎样 那用这样的方式下去就是 煮这个三八鸡啊 是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可以把它做到皮酥肉嫩之多 真的 鸡 这厉害 稍等 稍等 旁边我看来用木炭 还是那个什么 你这个木材而已 这样就要把它烧 我这个木材 等一下在这个可以变成木炭 木材烧一烧变木炭 哪里 它是什么木材都可以吗 山木 山木 对 一般的木头不行 一般的我们用那个独独的 独独的山木 没有污染的 没有污染 他们这里本身环境就很好啦 有污量 也兼具的环保 这个要收多久啊 这应该一下子就熟了吧 从放进去到熟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样肉都不会老 还可以很嫩 刚刚好吃 那现在这里面有吗 有有有 我再看一下 你这个火候这样对吗 这样就很标准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控制它的火 因为你现在看 火的这么一样烧这么一样 烧刚好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靠近它 这个你这样子火不会太大吗 不会 这样皮皮达到酥的效果 这样就可以酥 然后肉又会嫩 对对对 那你怎么不用瓦斯比较快 你要火比较好 可以不吃啊 我要先打开 硬一下 打开 来来来 来来 手手 等一下 我有连鬼 太厉害了 连鬼 它现在这个皮看起来 整个那个鸡啊 它整只的嘛 它会有点烤 碰碰的 好疯哦 金的 金色的 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颜色很漂亮 然后你说一个箱子只能放两只啊 对 它那一个箱子这么大只能放两只 那不像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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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秘密武器在哪啊 我马上表演给你看 哇 快快快 我跟妳說 這真的太危險了 這個你知道嗎 你要想喔 由一般碰到火源就是會 噢 醫生有沒有 剛才這樣 那當然是想到這個方法要把油 沾在這個火上 就是要做過這樣子 忽然間就是做的過程都會想到 我跟妳說 這個老闆通常都是先說了 說話都會記著頭髮 都說沒有啦 剩菜太太 也不曉得怎麼要拿一些發明出來的 不是啊 不過你知道 怎麼這麼多 怎麼吃起來 吃起來到底好不好吃 他在操作 那等一下 馬上就秀給大家吃 好的 劉氏家廟 俗稱劉家慈 為劉氏和劉朝元 劉群章等人 與青銅寺三年發起建造 劉氏家族屬有匾額多 厭尾多 公民多 三多之美律 所以在民國74年 內政部把它定為 台銘地區三級五級 提供給人做個參考 一計開玩 劉氏家大師 提供給人做一個 體驗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心扑的风 甜甜 演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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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對啦 人家如果吃都開心 怎麼時間都沒關係 對啊 有 總之也要有賺錢 對啦 但是 不會 假設自己吃的 成本比較低 所以多少錢 我跟你說 聽說假日是禮貌 還可以賺錢 老闆 如果是假不假日 想要來這裡吃你這個 燜燒雞 三八雞 有事要先給你賺錢嗎 其實是還好 以後巔峰時間來 十二點多來 其他十段都還好 巔峰時間 你給我聽說 聽說有意圖 老闆說我有完全關鍵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 還沒有問出來 三八雞 三八雞 對不對 到底是怎麼叫做三八雞 它真的很三八嗎 因為它好吃 好是要自己去切 所以這樣子才叫三八雞 我在四段 不是啦 它這就是放山雞 然後用手扒 三八雞 放山雞 用手牌 叫做三八雞 所以這樣繞繞繞繞 變成三八雞 三八雞 意思是嗎 老闆就跟我說 我真的想念而已 我都不一樣去想到 就煮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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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因為這樣 大家比較好記 因為好像 在笑話說像三八三八這樣 我聽過一個 不是傳說 就是人家在說 這個地方是你開罵的 因為這裡其實有一點點 像荒郊椰林的感覺 對啊 因為這個路一破寬之後 我家剛好在路邊 我種很多水果樹 水果樹長很多草 我就養很多雞 在那邊吃草 雞長大了很多雞 然後開始 因為自己吃不完 就開始就在研發做這個 它這邊 桌上的石台 甚至有個食物鏈 有沒有 草 那個雞吃草 然後它就會有一些什麼雞食 雞 肥料 肥料 當成肥料 再可以養豬什麼之類的 再種地瓜葉 然後雞有沒有 它吃的那個青菜 像地瓜葉挑出來 等雞都可以吃 對 像剛剛在山上抓的時候 你看到整片 那個地上都是青菜 所以它意思是 這整個可以循環 而且就在這一片土地上面 可以造成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也必須要 就是把老闆窩一下 因為我這樣吃它每一道 其實它都真的是 滿細心在處理的 味道都很好 包括 也許你覺得這個福菜湯 它是很 比較算是比較普通 但是啊 它就跟一般可能只放福菜 只放薑絲不太一樣 它又特別放了像這個金針啊 山苦瓜 去中和它的味道 所以它的湯喝起來很清甜 然後搭配上這個 用心烤出來的三百雞 真的是不錯 有嗎 我請大家喝免費的清炒茶 喔 雞水湯還不夠 自己種的清炒 對…耍心烤的 累了一天 總算找到了傳說中的三八雞 而透過今天抓雞 燜雞的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到老闆 對這片獨立的愛護女 在來 相信只要多用一份心 人人都能打造一次我 所以你也發現 竹梦之骨 這就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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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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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美麗的家鄉 婚啊 連山 海啊 破花 一句 一句 情好 世界聽 大小姐 沙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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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